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瓦伦 有一个族群正在加速 是不是车用电子可以上车了呢 让我们来欢迎龙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志龙哥 那今天排面上大涨了250几点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 资金是集中再次流入到钢铁股跟航运类股 但是电子股有一个族群 这边投票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族群就是我们所说的车用电子 那中文认为电动车已经开始在加速了 怎么说呢 最主要我们是从国际股市去发现说 资金流向已经有开始流入到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一直跟大家提醒 中国电车这档ETF 那这档ETF这边是这样 开始往上出现了一个上升轨道 再我们可以看到林德世代 这档也是电动车概念 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趋势 也是呈现一个向上的 所以资金流向已经开始流入到这一块 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现到车用电子这一块呢 除了资金流向之外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车用晶片这边的缺货前行 有机会在这边得到一个缓解 那过去我们都知道电动车 因为车用晶片拿不到货 半导体这边金源代工拿不到货 所以使得它营收一直没有办法 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但是现在已经拿到车 有机会拿到这个车用晶片了 再加上它过去的营收 是机器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接下来到Q3这边呢 车用电子有机会成为一个主流 那为什么这样跟大家提到 因为过去有很多的 很多档电子股 在QE Q2 或者是在去年 这边都是相对一个这样 一个高机器 你可以发现在去年 这边有很多电子股 是赚得非常火热 到今年Q1 Q2 还是一样非常赚钱 但是你会发现 来到这个Q3的时候 他们赚钱的这个成长幅度 会开始放缓 因为什么去年这个高机器 使得他们这个成长力道 会稍微比较小一点 那你这边去想一下 当一个成长力道比较小 一个成长力道比较大 哪一个股价最会飙呢 所以我们认为说 到这个Q3之前 这边你要好好把重点 放在这个车用电子上面 那除了入股之外 其实美股这边也开始来了 这个Tesla 你也可以看到 从低档已经开始反弹上来了 再看到在美股挂牌 这个蔚来汽车 你可以发现 它这边也是开始站上了 这个季线位置 那这种歌这边 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件事 是资金流向 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因为我们都不能否认一件事情 其实股价是用钱砸出来的 一档股票基本面再好 再好 但是资金没有流入的话 其实它就是不会涨 就好像这一波 因为疫情关系 往下做了一个修正的时候 很多人来问周哥 讲说 周哥 这种股票基本面这么好 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惨 周哥这边通常给大家回复的是 基本面跟技术面 周哥这边会选择这样 选择尊重一下这个技术面 因为技术面破线就是破线 你必须这样赶快卖掉 那当这个行情开始形成 反正要往上涨的时候 其实它在涨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会尊重资金流向 尊重一下技术面 虽然下次你在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跟着这种各一样 照着形态 照着资金流向来去做打单就好 所以美股 路股这边都开始在涨电动车 那台湾有没有机会跟上 这边你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因为在过去怎样 美股路股在涨电动车的时候 台湾至少落后了一季 所以你可以发现当第二季 路股美股这边已经开始在涨 在涨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台湾这边落后一季 刚好是在Q3这边慢慢开始发酵 虽然电动车这边请大家 特别留意一下 整个族群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有一些个股 在轮流去做点火了 包括我们跟大家提到 352这个同志 先前在财经记事上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提醒 在这横向打底的过程中 你要去留下关键突破的一个红K棒 那突破之后你可以发现 它就是缓步的去往上去做一个电高 今天差一档就来到一个掌停板的位置 那来到这边 总认为季线这边或许会有一点压力 会来回震荡 但是我们认为说 这边的震荡都是让投票 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好时机 因为可以看到 它从高档修正下来 其实跌幅也是有将近5成到6成 那当它横向整理结束之后 我们不敢说它一定会回到这个前波高点 但是反弹个50%总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自驾车系统仍然是这样 仍然是电动车接下来一个卖点 所以电动车ADAS这一块 是投票你可以去特别留意的 那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 这1976这加铃 它的镜头也是必须要一个标准配备 所以车用电子同志加铃反应了 那还有没有什么个股跟着反应的 充电窗 充电窗的2457这个飞鸿 今天也是供到一个涨顶板 电动车一定要有电 那它的心脏就是电池 电池那必须要充电 所以充电窗的2457飞鸿 今天也是往上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旁边上除了飞鸿之外 其实3003的建核心 今天也是有去做表态的 那导线架2351的顺德 今天也是有做一个表态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强调 电动车这一块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 一开始形成一个族群性了 所以你要好好去留下 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个股会往上走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到一下 这个加全指数 加全指数呢 今天跳空往上站上了这个月线 站上了这个季线 那这种各先前有跟大家聊到过 只要它能站稳蓝色 浅蓝色这条线 这种各这边就要开始放大一部位了 那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 跟大家提到要站稳 而不是在这边就马上把它放大部位 甚至在先前在最恐慌的时候 我们要大家逢低买进 那为什么不那时候就放大部位呢 因为这边你就把你的资金部位给控管好 你才能去handle住风险 那什么样的风险 因为来到这边月线还是下温的 它仍然会反复上下洗刷 在大家还没站稳重新形成上升轨道之前 你会因为反复的洗刷而造成这样无畏的损失 另外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反复的洗刷而造成你的信心受损 那当真正的行情来了之后 你会因为这样不敢进场而错过这一整段的大行情 所以这边它反复站稳之后 重新形成上升轨道 那这边就要开始来放大部位 那放大部位有哪些方向 我们刚刚提到钢铁股航铁股是一个方向 那这边涨多我们可以等待什么 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跌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再跟大家强调 这个电动车或者是什么 高价IC设计类股造成的一些IC设计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效应 资金开始外移 这边都是同学朋友你可以去留意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周末 重新建议大家不妨这样 把电动车和IC设计这些类股 好好去看一下 因为这会是接下来Q3的一个主流 那当然你也可以加入重新歌Light Air跟Telegram 加入重新歌群组 重新歌帮你掌握接下来的资金流向 那欢迎大家加入 以上谢谢 好的记得加入龙哥的Light Air跟Telegram 财经继续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